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3月2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 台湾旅行法在川普总统签署生效之后 马上在一周之内就有两名 美国副助理部长曾经的官员接连访台 此外也传出了台美双方正在洽谈境外入境计划 而北京方面除了通过环球时报 扬言寄出反制措施和威吓对台动武之外 中国的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 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海峡 习近平在人大并幕讲话中提出严厉警告 台湾旅行法的后座力是否正在发酵 而在另一方面 继美国国务卿走马换将之后 川普总统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也在一次换人了 接替这个重要职务的是 小布什总统任内的驻联合国大使 博尔顿张波特 有人说川普对中国祭出贸易战 还不是最恐怖的这位新的国安顾问 才是真正的厉害人物哦 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会详细的 来为大家介绍博尔顿对台湾 以及对中国的立场 不过现在川普政府可以说是 鹰派全面当家 美中贸易战背后的灵魂人物 就是这位中间的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经济学家 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再加上对中立场强硬的 新任国务卿的人选 蓬佩奥 Mike Pompeo 北中台关系是否会进入危险期呢 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 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 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晚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 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是 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专家 武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王丹教授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武汉教授再次来到 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 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 感谢博弈 欢迎武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另外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 王丹教授 通过了视讯连线做客海峡论坛 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吴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么海峡量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YouTube上进行直播 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 进入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 另外我们YouTube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 还有我们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旅行法 以及美中台关系的看法 我们都会尽量地将您的意见 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 好的 签署了台湾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 随即访问台湾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出席美国商会的晚宴 他也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共同举杯 紧接着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 副助理部长史宜恩 也抵达了台湾访问 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 马上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两名 美国副助理部长曾经的官员接连访台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 和高雄市长陈菊 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 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的推特上 PO出了陈菊 还有代理亚太助亲董云生的合照 与此同时传出了台美双方 正在洽谈 未来在台湾的桃园机场 就可以进行美国海关的自动查验 等同于直接入境美国的这样一个计划 引发了舆论热议 这是不是好像是让台湾成为了美国的 第51周了呢 稍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介绍 这个境外入境的计划 不过首先呢 我想先针对台湾旅行法的具体执行 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武汉教授有人认为说 台湾旅行法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只有一个宣示的象征意义 也有人说最近访台的 这两位官员的级别其实不算太高 但是我们看到了台湾旅行法 才刚生效台北和华盛顿之间 就有四个访问在交互的进行 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后座力 是否是不容小觑呢 武汉教授 就台湾旅行法的内容来看 它的确是没有法律拘束力 它是只是鼓励 美台双方的官员互相互访 但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这个法律出台的时机跟氛围 因为在美国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 还另外有在国会 还正在审议的一个叫台湾安全法 那么将来也会 是不是会通过 那么会让川普总统来签署 这个还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 可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知道去年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 已经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要访问 这个台湾的这个计划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起来在美国 在一两年前有所谓的弃台论这样的一个呼声之后 我们看起来现在不是在谈弃台 是在谈这个打台湾牌 那么既然是要打台湾牌 那是不是美国开始要全面的提升 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 当我们知道像这次的这个美国这个副 副助理国务卿来了台湾来 那么他也不是第一个是这样 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就有过 美国部级的官员 部级的官员来到台湾 那么也有这样的情形 可是在当时因为两岸关系的情况还不错 所以这样的事件呢 在发生并没有引起一些这个骚动 可是现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 同时在进行这些这个两岸 这个美台之间的官员这个互访 就变成了好像格外的一个醒目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观察的就是 台湾旅行法出台 它是不是要作为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 一个筹码之一 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讯息 那么将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不断的有更多的对台湾有利的 一些法案出现的话 我认为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 过去在这个美中建交 依法三公报这个基础上 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基础 可能在这个时候 慢慢要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转变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 那么在请教线上的王丹教授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下 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 川普总统没有发贺电 反而是签署了台湾旅行法 和特别301备忘录 有人就说这是送给习近平的两份大礼 那么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 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那么习近平的话 是不是讲的比过去的六个任何 还有更重呢 下面我们就仔细的来听一听 习近平他的最新说法 在这个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 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 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有一个共同信念 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都绝对不能 也绝对不可能 从中国分隔出去 好的 听完了习近平的最新说法之后 请教王丹教授 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 环球时报扬言 台湾的大麻烦已经在路上了 还说武统台湾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加上了辽宁号 我们刚提到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喊香 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 刚才也看到习近平 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话 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中共历来是用很强硬的这种声调来向台湾喊话 这个一二十年来已经是惯例 大家可以想想看当初吴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说 谁管你们台湾 然后想一想这个朱中基讲话 脸上的那个线条的舞动 其实还远远超过这个习近平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他这次讲话有特别的强硬的事情的含义 我们当然不排除由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中 现在台湾的地位 那么确实是有提升 但是我认为 首先我要讲就是环球时报的言论 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他们基本上是起到另外的一种作用 但我总体来讲 我不认为短期内 中共确实是要以实质的手段来回应美台关系的提升 正是因为短期内 他们不可能用真正实质性手段回应 所以才更需要在声音上提高自己的音量 表现得更为强猛 来安抚国内的音牌 所以我倒一直认为说 海峡两岸能不能保持一个和平稳定 我们也其实完全不用看中共表面的 那种用词是不是更强硬 而是看他说真正的 其实台湾国内方面一定有掌握相关资讯 包括军队的配置 内部的动员 这些具体的手段有没有 目前来看 据我们知道应该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虚张声势而已 好的 感谢王丹教授 接着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台湾旅行法 被川普总统签署之后 是否对台湾的独派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那我们知道目前在台湾的最新发展是 台湾对郑民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提案 已经过关了 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 对于台独势力可能带来的影响 而在另一方面 针对台湾旅行法可能会加快 北京武统台湾的说法 专家们好像也有不同的论点 其实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 还有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 他就指出 北京是绝对不会武统台湾的 因为买台湾比打台湾要容易 那么武汉教授您怎么从统独的角度来分析 台湾旅行法 对台湾内部独派 还有北京武统时辰 可能产生的后续效应 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 当然是实质上提升了 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一步 那么所以但是在台湾内部 它是有一些忧虑的声音 就是说他会不会对台湾 这个中共来威胁台湾 又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境 但是对独派来说 无论如何 它是应该是有这个激励的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公投 这个东京奥运派对要证明 证明为台湾队 那么这个公投的联署也就过关了 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 台湾现在在公投法也做了一些修正 修正了之后让将来提 一个就是在提案变得容易 第二个通过也变得容易了 那么我们看到联署 现在只需要28万人 那么要通过只要450万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个案子 拿出来公投 有机会会通过 但是通过了之后 是不是就真的能以台湾队 去参加东京奥运 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还要根据奥会的规定来 那么奥会的规定 过去在台湾使用的名称 就叫中华台北 那这个我觉得台湾 是不是自己要先把这个问题 先搞理清楚 那么这还可能会面临 下一步的这个问题 那么至于这个中共武统台湾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因为这个台湾旅行法 在宣布 在签署生效跟实施的过程里面 它还是授权了美国行政部门 它有一个主动权 那么美国行政部门 如果不断地提高它的层级 可能那么对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 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但是如果目前都是停留在 这个副助理国务卿 或者是副部长层级的 这个样的一种访台的 大概在过去 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 应该还好 就是说我认为在美 在中共它不会立刻的去 它会提出一些这个严厉的谴责 但是应该没有实质的一些作用 可是呢 如果假如说将来 这个在台湾内部 因为有这个美国在撑腰嘛 那台湾内部的这个毒害的声音更大 或者甚至于提出了一些 旗号的这种变更 我认为那个时候 中共可能会有比较 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 所以是不是会无统 我觉得是看情况 那么就正常的情况来看呢 就过去这40年所建构 这个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谈武统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如果假如说 美中台的关系的确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是中共不愿意乐见的 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过去 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有很多次的经验 那所以是不是对台湾会造成 不要说武统 最起码军事威责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了 好的 感谢武汉教授 继续请教王丹教授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下北京 可能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 对美国或对台湾 采取哪些反制或报复的措施 环球时报称 针对那些访问台湾的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官员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黄之翰和史宜恩 北京应该在他们限职任期内 不再邀请他们去访问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 这些官员只能够在任期内 或者来大陆或者去台湾 不能够两头吃 而且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 公开会见他们的那些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 也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 此外 环球时报还建议中方应该在中美 合作的其他领域 找美国的麻烦 让美国感到痛 比如在朝鲜半岛 或是伊朗问题上 中国可以减少与美国的合作 让美国感受到压力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 中方也可以和美国唱对台戏 来搅局 最后环球时报也提到了 北京 它需要加强对台湾当局施压 我们应该尽快加 快与部分台湾邦交国建交的进程 要逐渐做到最后 让台湾零邦交国 全面的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想请教王丹教授 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些反制措施 还有台湾旅行法 可能对两岸关系 以及美中台关系 产生的后作力呢 是我要谈一点 好像跟我们这个主题 不是直接相关 但是我认为也有 很强的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环球时报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舆论 其实还蛮注意 环球时报发表的一些言论的 在此作为一个多年 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人士的话 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台湾的作出 两岸关系研判的专家 一句就是环球时报 其实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看法 环球时报的立场的激进 当然是有意为之 但是这个的面向 完全是针对中国国内 包括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鹰派 那么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一个渠道 才会有环球时报 这样的一个报纸 以及它的风格的呈现 那么这个风格和他所提出的这些政策 我还是强调完全不能代表中共 官方的这些说法 这是我第一个 其实要提出来提醒各位 当然第二个我觉得 中方现在要反制旅行法也好 贸易战也好 其实中方自己要点亮自己的实力到不到 就是中美现在到不到摊牌的地步 那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案例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国召开两会的时候 其实未来中国的经济方面的管理 已经不是总理理和强 我们都已经知道 它已经被架空了 真正中国的经济沙皇将是刘鹤 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两会的会议上 刘鹤缺席 跑到美国去跟美国讨论 关于不要打矛益战的问题 就知道说中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派这么关键的官员 缺席这么关键的会议 说明他实在是太在乎中美关系了 所以他喊得怎么样 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中美关系 摊牌的时机 至少对中方来讲 我想完全不是时机 好的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叫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台湾跟美国方面 也在洽谈规划在台湾启用所谓的这个境外通关政策 也就是说未来在台湾如果要搭机飞往美国的旅客 在起飞前在台湾就可以先接受美国的这个海关查验 那么未来如果到了台湾到了这个美国落地之后 就不必再接受美国海关这个反复的查验了 那么两地直接通关就可以来往时间 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到美国去 就光通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台湾也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 让美国准与境外通关的地区 所以这样子的话似乎是大大的凸显了台湾 好像看起来是大大凸显了台湾在美国的分量 加之于现在刚刚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台湾旅行法 这两个加起来看的话 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您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借台湾来压 来可能说刺激中共或者是弃中共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觉得这个境外通关的这个措施 在台湾实施可能会发生 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六月份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它的一个这个是不是海军陆战队要来助防 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都有可以探讨的一个空间了 那可是境外通关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天的事 这1952年美国就开始跟相关国家 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八国十八个据点 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入境美国 那么去年2016年大概有1800万旅客 是透过这样的管道进入美国 那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我认为就这个海关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机制来讲 它是简化就是不需要做两道 就是说出国的时候在台湾一道 到了美国再去做一道 那么这个直接在台湾就做了一次 那所以如果就国际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没有是无可厚非的 我觉得如果能够能够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尤其台湾跟美国之间 它的交往人员来往非常多嘛 那如果能够这样子是比较便利的 那么而且在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机制 而且它也不是说普遍的 它是一个试点 那么是不是在对亚太地区 它也变成一个可以中转的一个地方 那么可是呢 在这里我们要必须说的 到目前为止 台湾只是提出申请 那么到距离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 是不是会同意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还是可以来观察 那么就台湾的旅行业者来看 都是乐观启程的 是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 那么回到线上 我们请教王丹教授 就是关于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 又这个台湾 境外通关这样的一个倡议 那么当然很多人 台湾很多人都觉得 应该是算不错的 但是也有一些 民族主义比较重的这个朋友们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丧权入国 搞小特区 或者是像这个之前的 台湾旅行法所说的 又是狭阳自重 抱美国人大腿等等的 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包括台湾旅行法 以及台湾境外通关 这样子的一些措施 或者您觉得是不是 美国想要借着台湾来 刺激或者是弃中共呢 我想毫无疑问 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 现在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那在这个转折点之前 当然是有一个 酝酿期的 包括去年的国防授权法 包括去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公布 你都可以看出一个 整体的框架逐渐成型 这个成型的一个基础 就是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对中国 本来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 这个期待建立在两个基础上 一个基础呢 就是过去克林顿政府时期 提出来的 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他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负责任 愿意跟美国合作 我们乐见中国强化 那么这一点呢 中国已经让西方国家 非常的失望 因为它并没有负责任 那么它对国际的很多事务 包括北韩问题 都没有承担起责任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包括西方很多的 亲中问题的专家 都认为中国的政治 走向比较开明 还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 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 还是有限制的 很多西方的学者在华盛顿 那我都知道他们的观点 唯一的观点 希望的也就在这里 那么这次习近平修宪改调这个 也令西方非常的失望 所以整体的调整 布局已经逐渐成型 我倒是认为说 我倒不认为 它是专门把台湾问题拿出来 作为遏制中国成长的一个棋子 而是说 它整个的对中国的战略 都在做一个大的调整 那么相应的这个战略里的各个布局 都会跟着调整 那么当然台湾的问题 台美之间关系等等的变化 我觉得要放在这个大框架下来考虑 我要特别提出一点的 就是这一次美国对中国准备进行贸易战 日本在第一时间就表示积极地要加入 你就知道说 其实美国也开始跟日本 甚至跟澳洲 以后可能也会跟欧盟沟通 所以跟台湾大概这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倒不觉得台湾是一个特殊的棋子 但它会是未来整个战略布局中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 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 吉林的余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的余先生您好 您好 美国这个台湾旅行法 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前出台的吗 美国一贯贯常理出台 制造矛盾 把南海角力狂风巨浪 卸给竹篮打嘴 中国发展势不可挡 不是美国能出台的 台湾不搞独立 大陆不可能对台动物 台湾旅行法 可给台湾壮胆了 美国在给蔡英文这个话的眼儿 找尽着 谢谢同学 好的 感谢吉林的余先生 未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 这位魏金平先生他表示 台湾旅行法根本就是天边的彩虹 看着美丽 但其实是一趟空 即使美国邀请蔡英文去美国 他也未必敢去 同样的美国的部长级别的人 如果去台湾 对台湾也不是什么好事 完全是烫手的三欲而已 核心是实力决定一切 而台湾恰恰是大陆 台湾和美国三方中 最没有实力的一方 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 中共开倒车 习总称帝 两岸的距离比太平洋还要宽了 另外这个傅政辉他表示 美国按照建交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维持两岸现状 也提供两岸在和平环境下 自行解决统一问题 但如今川普总统的鹰派作为 看似对台湾有利 其实更可能替台湾招来不测之祸 这是我们台湾人最担心的 另外还有一位这位谢谢崔华 这位网友他在网络上表示 美国现在的对台政策 是历史上最有利于台湾的时机 要把握时机 我先念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 还有很多稍后有机会的话 再来念第二轮 不过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台湾旅行法是看着美丽 但其实是一堂空 因为不见得真的 两边的这个高层就真的能够互访 政治最终最终达到这个川普总统 跟蔡英文总统的互访或见面 你怎么看这个两人再次通话 或是川英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 王丹教授 他也同意这位网友意见 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目前阶段 象征意义大于十之一 那目前我们也看不到两国元首互访 他这种可能性应该可能性是零 但问题就是说 他为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大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来说 当然是非常大的威胁 坦率讲他说 他不是模糊的 他就是明确的 真的是有双方的这种元首的互动 对于中国来说 他好处理一点 他会有各种具体的因应措施 问题是美国把这个东西摆在这里 想用就用 不想用就不用 甚至在别的问题上 谈不拢的时候就用这个 所以其实他这种模糊 所谓的天边彩虹搞不好 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也注意到 在舆论上有另外一种 刚才也有网友提到 就说这个在美中台三方关系中 其实由于中美的之间冲突 台湾处境更危险 那看到像联合报也有社论说 这样会不会导致 就是中国反过来去报复台湾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可是这样的论述 我觉得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 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打架 然后你迁怒台湾 当然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行径 你怎么能 因为这个不去谴责 中国的这种流氓国家行径 反倒谴责 美国对台湾的友好 这个本身逻辑 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好的 感谢王楠教授 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电话了 先接听辽宁柴先生您的来电 辽宁的柴先生您好 你好 能不能听到 听得到 请说 是的呀 我的看法是 我感觉这个大陆 是永远不会跟台湾动物的 就是因为说 毕竟我个人感觉台湾 有很多 包括我们中国的文物 台北公共国家 很多文物都在台湾 而且我感觉我们中华文化的 很多传统都保留在台湾 如果台湾被贡献了 那我感觉中华文化 也就不负存在了 好的 感谢辽宁的柴先生 天津的王先生 你在我们线上了 天津的王先生 进简单发言 喂 你好 喂 请说 就是那个 我认为啊 过去这个领导人 对台湾就是三种态度嘛 然后就是 谈或者打 然后搁置 然后到了这个 一般都是选择搁置 但是到了习近平 这个就不一样了 习近平 要做的时间 做领导人 时间都比别人要长一倍 所以啊 就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就得 什么交代呢 就得收复台湾 我觉得在他的选项当中啊 就没有搁置这一条 我觉得啊 他准备 他会准备几年 我们会准备几年 然后把内部的一些问题 解决了之后 用充足的准备 然后再会打 反正这就是这个 世界的常理嘛 弱小就要被吞噬嘛 好的 感谢天津的王先生 就要请教线上两位来宾了 因为这个天津的王先生 还有辽宁的柴先生 不同观点 当然都是认为说 究竟是对台湾是要武统吗 要打还是要谈 那也有第一位来宾是 第一位的听众是说 不可能武统 那第二位也说 经过一段准备 充足的时间之后就会打 那想请教两位来宾的看法 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 现在目前只是一个 初步的一个阶段 但是他变数丢出来了 也就是我讲 那个美中台 本来过去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基础 就是一法三公报 那么现在已经 准备跳脱这一法三公报 现在变成了两法三公报 那么两法三公报 就是要跟台湾进行 就是官方的接触了 那么过去在一法三公报 的这个阶段里面 那么我觉得 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默契 就是中共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 美国强调的是和平解决 那么在后来 克林顿总统任内呢 曾经邀请李登辉 到康乃尔去做演讲 那么中共认为 这件事情已经触及底线了 这个是在95年的时候 那95年中共的军事实力 根本还跟美国 没办法对抗的 可是中共却选择了 用飞弹来处理 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况 那么逼的美国 最后必须来跟中共 再重新谈 谈然后再这个 就又回到了一个中国 和平解决 所以在把这个 甚至于延荡下来的 这个孤王会谈 美国都来 这个这个要求啊 赶快恢复 促坛 要台湾派 这个孤政府 再到大陆去 那么因此有了 98年的会晤 那么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就是中共用的 军事手段来 实现的政治目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 更更早呢 我们看到 823炮战 也是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底下 那个时候 美国对台湾非常好 把最先进的武器 都送到台湾来 那么基本上 有一个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中共 在地球上消失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这个 这个战略背景底下 中共觉得这个 他又跟苏联 开始交恶了 所以他就用 军事的方式 来提醒这两大国 就是美国 苏联 到底你们是 用什么方式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东西 是不是中共认为 已经触到了底线 也就是说 你美国在开始 玩一中一台 那么这样子 中共是不是 要来采取了 比较这个明确的 一些做法 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 这是我所观察的 我们现在还有 很多听众 不过想先请 王楠教授 很快的回应一下 王楠教授 我觉得 现在就来判断 中共是不是 一定要武统 恐怕不确定性 还是相当高的 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林中斌先生 有讲说 中共的未来 绝对不会武统 我觉得用到绝对 这个词 在学术上来讲 就不是那么严谨的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 绝对的事情 刚才有网友说 有文物 有故宫 有中华文化 在台湾 所以中国就不会打 这个理由 当然不能成立 中共何时在乎过 中国的文化的问题 对不对 文革的时候 把中国的文化 砸得一干二净 六四的时候 今天不准还进诸故宫呢 所以这个理由 是不成立的 那另外一个网友认为说 就未来一定会打 我觉得这个判断 也太早 就是以我们目前看到的 习近平 基本上对台湾问题 他也还是搁置 从他17大立为王储 18大当上领导人 到目前为止 所以你说到 他未来会不会打 什么 我觉得未来的事情 我们现在 其实真的不能 下这种结论 好的 感谢王大教授 两岸未来是战事和 再来听听听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 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请说 嘿你好啊 就是我想 找个料啊 刚才天津的王先生说 支持这个 为什么支持呢 因为我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不在天津 也不姓张 也不姓王 好的 河北张先生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尽量针对我们 今天主题发言 很抱歉 我得先打断您了 还有一位天津的 艾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就是我承认一点 就是台湾应该看 克里米亚的前提之鉴 就是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美国和欧盟 也一直非常支持乌克兰 但是俄罗斯势在必得的 打下了克里米亚之后 美国和欧盟 不就是放了嘴炮吗 所以 所以我希望台湾 应该真正的掀量掀量自己的份量 好的 感谢天津的艾先生 那么时间有限了 就请两位来宾 进行上半场的总结 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觉得中国对台湾到底要采取什么的政策 某种程度 因为现在中国也是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甚至是领袖者的角色 我认为他不可能不考虑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 除非他认为他整个国力的继续往前发展 他决定宁肯牺牲掉这个代价 否则的话 如果对台湾动物的话 对中国国力本身 对中国的发展 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难 好的 感谢王丹教授 那么台北的武汉教授 有关于这个 过去扁政府时期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两岸之间最短的距离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那现在呢 新的这个情境变化之下 有人说这个两岸的主战场 未来会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美国的因素可能将是重中之重 甚至是刚刚提到说 川普手中的牌 他才是有发牌权的那个人 那不晓得你怎么看的 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胡教授 我觉得美国在过去 扮演两岸之间的一个仲裁者 他的确 我们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战场 是在华盛顿 但是美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参与者 主导者的时候 他可能角色就变了 那么所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讲美国真的执意在打台湾牌的时候 那么这个动态的情况 就过去稳定的时候 变成一个动态的 那么过去可以约束 中共的一个一些做法 一些措施或一些说辞 将来也没有办法来约束中共 中共可以自行歧视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中共很多军事动作 不只是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要在南海进行军演 甚至于中共的战斗机越过对马海峡 那么这些都是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么将来会不会看到更多的 这些问题来产生 那么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事情 好的 感谢武汉教授 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 还有台美洽签境外入境计划的讨论 照这一线暂时的告一段落 稍后海峡论坛还要继续带您关注 美中贸易战开打 白宫鹰派当家 美中台关系是否将进入危险期呢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